Hello 这里是彭子 今天是5月27日为大家带来花江北真实的拿货行情 首先看到是回收的iPhone 8 64GB国行的机器 这个橙色总体还是可以的 金色也是非常漂亮 屏幕轻微的痕迹没有什么印划痕 也是全员全套的电视效率有80多 咱们五张都可以到手 买来当备用机还是不错的 屏幕什么也是没有老化 一切正常 日常使用依旧流畅 再来看看这几个经典的平板 这个是三星的Type S4 这个平板也是三星当年顶级的存在 这个是10.5的OLED屏幕 现在看来显示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自家64GB插塔的版本 支持三网4G 橫色总体也有9层性以上 而且是4个立体扬声器 500多K出 它具听歌的体验还是非常好的 再有这个就是iPad 2018 这个是128GB内存的Wi-Fi版 红色小花性能再用个几年都没问题 屏幕有点小通病咱们也是五张多出 然后这个也是比较老的一个iPad 4 但是日常看剧刷个小说还是没问题的 这个性能就有点力不从心 但是给小孩刷刷剧 看看视频还是没有问题的 100多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然后市场再挑一个13 Pro Max 512GB内存的 这个是美版无手的机器 橙色有95星以上 现在这个型号市场到货还是比较少 所以这个机器也是挑了好几天的 具备高刷的大平旗舰机 目前还是13PM比较值得入手 当然这也导致了它的行情一直都比较稳定 因为它跟新款确实拉不开太大的距离 这个44张拿货